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继续学习《修行利人论》 《修行利人论》今天讲一堂课 还有可能最后还有一堂课吧 大概可能有二十来堂课 我本人还是比较欢喜因为通过这次 就是讲了《修行利人论》以后 自己在相续当中稍微有所帮助 自己以前的心态一直觉得是 外境上造成的情况通过这次 达玛瑞士达教言的学习的确也是有一些新的感受 我想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我不太清楚但总的来讲大家这样的听一堂课 哪怕是听一堂课按照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应该有非常大的功德 听一节课的功德这是非常大的 平时我们可能自己单独去专经 去开法会或者自己念咒语 当然这些都是做善事 做布施等等 这些功德有没有呢 功德有 但是听佛法和这些功德相比较起来 我们以前也用过很多的教证 所以肯定有很大的差别 有些人比如说你一节课 讲一个小时的课 你在一个小时当中听课的功德大 或者转佛塔功德大那肯定是听课的功德大 在一个小时当中做布施功德大 还是听课功德大呢 应该是听课功德大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还没有诚服的人来讲 对功德应该有所执著 有些人说一切都是功德 对功德也好 过失也好 不在乎的话 只是自己说一些愚痴的话而已 实际上你如果功德和过患都是不取舍 或者这样的话 那可能要么是我们到了很高的一种境界 那这样的话可能你对吃饭和不敬奋也可能不执著了 已经好的和坏的全部都没有取舍执著 但这个恐怕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每一堂课 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自己的心态平静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心态 至少也是没有强烈的 贪嗔痴的烦恼 从实际上确实对阿赖耶上面 积下了特别殊胜的功德 因此我希望大家无论如何 以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应该闻法和学法算是一种长期的 听一天两天的课 或者听一次两次的课 恐怕也学不到什么 功德也不算很大 就是无头无尾的 中间插一堂课 这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应该长期的对学法是有意乐的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 深意菩提心 前面世俗菩提心已经讲完了 深意菩提心分三个方面 略索 连接 吻合 还有以观察修光说 观察而修光说 还有以安住而修略索 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以昨天刚刚讲了四处菩提心 我们讲四因菩提心 之间有个略索的连接文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 大量的一些文字 引用大量的文字就是说 通过认识自己的错误 从寂静方面来 也是摧毁我们的分别念 从一些愤怒本尊的 梦里的教言来 也摧毁我们的忘念分别念 如果我们真的是 以上的这些窍诀 而能行持 自他交换 自情他众 或者经常以舍弃自我的一种方式 来奉献他人 那么这样行持 一定会击备我们的大悲 一定会失败我们的怨恨 我执的敌人 只要我们如理如实地 修四处菩提心 四处当中的菩提心 如果我们修得很好 也会自私自利的心 我执的心会坚持的 如实而行持的话 我们这样前面所讲到的 我所说的分别忘念 也一定会彻底失败 他也会无庸置地 最后他没办法赞得着就 所以说 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种修行 光是我们从理论上 知道还是不行的 要是有一种 你在大乘的教法当中 你得到这些教言以后 长期的 我们以前也是引用过 很多圣者的教言 要么经常修大悲菩提心 或者经常修大乘的空性法门 那么这些 你随时随地都也可以修 如果你有境界的话 那么心处作恶当中 也可以向他的功德 也向他的一些益处 同时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 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 中午有休息的时候 随时随地地修这些法门 通过修行以后 自私自利的这些我之分别念 先刚开始 逐渐逐渐减少 减轻 然后慢慢慢慢会更出 这是自然规律 决定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长期 前面所讲的一样 无恶和空性的 无恶和无恶智 无恶和无恶智的话 智慧和方便也可以说 或者无恶智也可以叫大悲 无恶的话 无恶的智慧 还有无恶智 智无二无别的无缘大悲 也可以这样说 那么智慧双云这样的境界 我们不断地去传习 不断地去修行 修行以后到一定的时候 能现前发生 那么这个现前发生的根本因是什么呢 摄生因果岂不多 宝生和化生的摄生 这个因指的是我们现在 修大悲空性法门的这样的因 然后它的果在不同的 清净和不清净的所化众生面前 显示种种的摄生相 难道得不到 这样摄生的因果吗 不可能不得不到的 决定会得到的 这是一种 就像农民种下庄稼 他种下粮食的时候 他一定会受割 一定会得庄稼 同样的 我们只要下功夫 只要努力下去 在修行过程当中 都会有真的结果的 尤其是我们对空性法门 因为我们前面 一直讲到了四处菩提心 四处菩提心 下面开始要介入 因为这个连接文 要介入圣意菩提心 那生意菩提心的话 大家都知道 最后获得真正的 能取所取 无二无别的这种境界的时候 才能摧毁所有的我见和邪见 《大乘密言经》当中 也是说过 佛说予空里 谓与断族间 如登有之人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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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lecture 亦亦亦亦亦sk火 亦亦亦亦亦 ill学 意思就是说 我们怎么知道呢 佛陀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 已经大量宣说了 空性的般若法门 空性的般若法门就是为了让我们断除 上面所讲到的自私自利等等 这样的各种撒迦夜间 如果有智慧的人 你应该要翻阅这些特别珍贵的法宝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确也是 对佛教的真正教义了解得不多 说实在的像其他的宗教 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 他们的一些教义 我们也翻语过 翻语的过程当中的确也是 他的教义 实际上在某些成都上面讲 根本比不上我们佛教 但是他们因为对自己的宗教 有一种热心 有特别障碍心 这样以后在不同的人群当中 弘扬得非常广泛 而佛教徒说实在 从大悲和空性 在这些方面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宗教 我敢保证 应该说没有能比得上 我们佛教的教理 可是我们佛教徒经常 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真正能有责任性地去弘扬 先自己了解 自己了解以后 进行弘扬的 这样的人多不多 我们反观自信也可以知道 然后方言诸位的世界 我们看看很多人都是 为了传播佛教不顾一切的 不顾自己的名利 并不是说很多 本来没有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佛教徒很多 实际上做的不是很多的 但是说的特别大的 在汉地也好 在藏地也好 很多一些法师 自己讲得如何如何 实际上真正要在实际行动上做的话 现在很多人都经常说 我现在什么建立了 我身边有多少多少人 我在外面各个圣里面 有什么什么道场 稍微有一点十几个人 十来个人都是 宣传的很多 但实际上做的并不是这么多 人家其他的宗教 他们并没有这么宣传 比如说 我有一万个人 我有一千个人 他并没有把这个作为最重要的 但实际当中 他去利益了多少 他真正是让别人得到真实的利益 在这方面做的我自己觉得 可能也许是一种缘起 还是什么原因吧 佛教徒很多很多 不管是汉地 藏地 很多人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开始 其实这些讲也可以 不讲也可以 最根本的话 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大家共同要有一种弘扬佛法的 一颗这样的心 而且这种心并不是偶然的 今天心情好的时候 我要去弘扬 到哪里去 然后再过两天 再过两年以后就有小僧离戒 或者说并没有那么热情 其实现在我们在东西方的 哪一个国家当中 很多的 尤其我觉得是在其他宗教的这些人士 在不同的场合里 在学校里面 在寺院里面 在个人的群体 甚至在火车站也好 好多地方 有些人特别烦 别人一直 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拉拢 有些特别烦 但不管怎么样 别人通过这种手段和吸引力 实际上直接或间接 很多人已经真的入了他们的教 当然入他们的教 不入宗教还是好 我们不反对 应该是可以的 但最关键的 我们很多佛教徒有一种自卑的感觉 有一部分 好像是自己特别充满信心 觉得自己所做的 已经比什么都好 然后在这个上面 并没有发展的一种长期性的意乐 有些人自己能力也不够 大多数的人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民生 利益 包括维护自己的一些眷属 等等 这样的话 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 也是不会那么笨 应该是对很多人 所作所为的看得比较准 这样以后可能对自他 都是不一定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我想 我们从大悲和空性的真正在法门方面 身影世俗菩提心的方面 真的是佛教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 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宗教 可是我们佛教徒 在这方面并没有站出来 以各种方便方法来 日思夜想 应该是以相方思恶法 前方背脊地去 想尽一切办法 到各个角落当中去弘扬 而且这种弘扬的方式 并不是偶然性的 我看到有个别人 偶然性的都是好像很有意乐的 但过一段时间 就像成了秋天的鲜花一样 慢慢慢慢枯萎了 咽了 这种情况 其实真正的大乘佛教的精神 并不是因为 依靠一种小小的外缘来 让它干涸 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很多人 学了以后 先应该自己要从事自己 相续当中一点的境界 和一点的没有的话 恐怕你想引导别人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稍微有一点的时候 分享给身边的 那么轻生苦悦的 那么多的人 这些人一直置之不管 恐怕也不是大乘佛子的一种行为 下面我们讲光说 以观察 观修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 觉着实相空心我 第二个是 实修现象 无欺缘欺 第三个就是 宣说甚深 显空无别的道理 从三个方面来讲 生意菩提心 生意菩提心首先是 觉着实相空心 他这里讲实相空心 但这个实相空心 跟《中观根本会论》里面 所讲到的实相空心 稍微有点差别 如果按照藏地的有些论师 来解释的时候 相当于这种抉择方式 中观音程派的 厚德位的有些抉择方法 这种见解方法是比较相同的 那么下面是怎么讲的呢 诸位一切是缘起 缘起灌带无独立 转来转去 妄想幻 如炫火轮实现象 首先作者用一种呼唤词来说 诸位大家应该好好地地听 好好地关心下面的内容 因为作为生意地的这些内容 那么一定要用一种 特别专注的智慧来进行分析 那么这个时候说到 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一切万法 全部都是缘起星空 那么这个所谓的缘起是什么样呢 互相灌带 我们前面讲的是 怨恨的敌人和智慧的宝剑 其实我和我也是灌带的 然后怨敌和亲人也是灌带的 那么上下 坐游 黑别等一切的这些法 其实我们世间当中的一切的现象 都是灌带而产生的 而没有一个无缘无垠的 独立自主的 这样的一个法在善界当中也是没有的 全部都是可以转来变去 比如说我们生生世世来讲 我今天转到人 明天再过下意识的话 很有可能转旁生 再下意识转到其他的流去当中去 也有这个因缘 不断地转来转去的 也有这样的 或者现在作为人的时候 我们对一碗水 看着水的观念 当地狱众生看到这个 它是燃烧的铁水 当天人或者真正的成名者 他的境界当中 它是一种非常清净的现象等等 所以整个世界的一切万法 它是没有固定的 我们现在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这一点不仅仅是佛教 现在包括物理学的量子理学 确实这一点已经证实了 它虽然没有能力 对自己的内心进行观察 它是元气星空的道理 包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科学 再发达的话 它们还没有达到内观 但是它们对外在的事物 虽然没有我们宗观音声朋友 那么最深的 就是连一点都不剩下 全部都觉着为远离一切心论的道理 但是它们基本上知道 我们的柱子瓶子也好 外境的一切山河大地 只不过是我们的岩石当中显现出来的 实际上科学家 用它的一些仪器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精致的东西 它也是不像前辈的无理学家 他们所承认的那样的 最后他知道全部都是运动的 那么运动就是无常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世间当中的所有 这些集体的东西 它是分散的 诸如此类的 我们昨天用瓶子和瓶子 它组成的 包括分子 源子等等 这些事情 现在科学家也知道 外境是一种假的 但是他们只是在字面上知道而已 理论上知道而已 实际上是修过没有呢 谁也不会修的 他们不知道是需要修的道理 如果他们也是在这样的基础和理论上 他继续在进行思维的时候 他会知道整个外境也没有什么可谈的 如果你有能力抉择外境的时候 就像《智慧品》里面所讲的那样 然后冷静的这种幽静 自己的心也可以抉择 这个时候也可以观察 但是这一点 他们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他整个一切万事万物的法 全部都是因缘的一种幻觉 全部都是一种悬货轮 悬货轮表面看来它是圆圈 包括车轮这些都是圆圈 但实际上你真的去观察 这是你一种迷乱的演示而已 实际上它绝对不会有一个圆圈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是红色的柱子也好 白色的灯泡也好 什么东西呢 只是暂时我们人的眼前看到是这样的 但是其他众生不一定看的是这样 而且它的真相不一定是红色的 因为颜色也好 形状也好 很多的食物其实并不是全部连在一起的 全部都是脱离的 这些方面我看现在的很多仪器也完全知道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幻化的比喻来 能了知一切的法实际上是没有真实的本性 《月灯三摩经》当中也是讲得非常好的 他说如人善学幻 幻作种种词 种种物 如果有人特别善巧幻化的话 那么这个幻各种各样都可以做的 那么世间诸摄像 而是不可得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摄像 所有的这些幻想 实际上你真的用智慧来进行剖学的时候 跟前面幻化是所编出来的幻化 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经常城市里面的人特别迷恋于看电视 看电影等等这些 其实这些的话 我们也明明知道 这个箱子里面 这个电视箱里面 根本不可能有真正大张的显现 或者说他们有什么 但是我们明明知道它是缓缓的 但人们经常有很多的心思去看它 同样的道理 以这个道理来观察 其他任何的事物 一切的事物也的的确确 除了这样的影响而已 以外是没有的 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讲呢 很多量子力学也好 物力学家 他们都是在字面上 他们在理论上应该知道 这是空的 但我们佛教徒千万不要 让他们一样 我们可能学了宗观 学了音笔的时候 基本上知道很多人觉得 确实是在任何理解面前 靠不住的 应该是空性的 可是这样的空性 我们放在理论上 并没有跟自己的相结合 经常去传习 有些人为什么 他来十几年都是 已经宗观学得很好的 但是现在也是 跟自己的贪嗔痴也好 什么烦恼方面 一点都是没有减少的话 这说明没有修行 所以修行的确也是 前辈大德们特别重视的话 我们在座的人 不管你学了什么样的理论方面 不要现在有些研究人员 现在有些搞研究的这些人 每天都是通过一种仪器 通过一种方式来 一辈子都是开始了解 但是一直在 他是在了解了解的过程当中 短暂的人生已经到了净土了 这是的确不合内的 我们学到 哪怕是你学中论 中论二十七品 二十七品 二十八品 七品是吧 七是吧 有点不好意思啊 中论二十七品 如果你每一品都是自己 所谓的修行就是他的道理 真正在心里面经常想 那这样的话 这个理论应该是在真正的意义上面 你可以相续当中传写 我看我们这里很多道友 学习讲考的时候 有些人只是在字面上 慢慢慢慢就模模糊糊过去了 好像这个字面都是他会解释 但是字面解释不一定是 真正他的内心当中已经懂了 这句话到底说明了什么事情 这句话对自己的相续有什么 有些人不但把这个字面的意思已经讲了 而且在自己相续 确实是对这个法义相结合 从表面上看来也是有差别的 我们经常看前辈大德的 这些解释的时候 有些大德他解释 利用各种各样的教证和理证 但是好像并没有讲 把自己实修的境界在那里说出来 像《全知无果王尊者》 和麦彭仁波齐 还有很多的这些上师们 他们也许可能有些地方 就像我原来翻译《中观庄严论》的时候 一再地这样想过 麦彭仁波齐的话 所说的语言 全部都是一种窍诀性的 所以这个很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很多道友 在学任何一部论典的话 把这个论典的内容 能不能结合于自己 比如说你一天学了七个颂词的话 不管是英明 中观 居士 还是密宗 任何一个方法 肯定对你的相续有帮助的 那么这种帮助是 看你的理解方式来怎么样理解 如果你把它看作一个辩论 现在我们有些喇嘛 每天都是为了 就是我一定要说他 他如果说这句话的话 我怎么样跟他攻击他 让他压口无言 那这样我就很好 他晚上做梦的时候也是这样想 那这也是 也许你真的是说服了他 但说服其实也不是得解脱 不是得解脱 所以我们现在闻思的时候 像这些甚深的论典 应该要想到 幻觉的比喻 玄霍论的比喻 还有我们世间当中 下面还有几个不同的比喻 如芭蕉树无视之 如珍爱观非可不 如养颜遂愿美妙 如今中饮似真实 他这里基本上 我们其他的一些 《幻花宝语》里面所讲的一样 像一切万法 就像芭蕉树一样 芭蕉树从外面到里面 慢慢慢慢去抛析 去抛析的时候 一点食指都是找不到的 同样的道理 造成的时候也有 相当于像乌云一样的一种尘埃 它也是进行观察的时候 从中得不到任何的食指 所以万法也是没有真实的东西 你不用 它再抛析 也可能没办法破掉吧 不需要有这样的恐怖 或者这样的部位 不需要的 那么还有 像是扬眼水一样 远方看来好像是很美妙的水 但实际上你到了净净的时候 一无所有 还有在镜子当中所显现的印象 表面上看到好像是真实的 但实际上都没有任何实在的真实 所以这些幻化的比喻 让我们真的了解 一切万法虽然有它的显现 但是这种显现内外都是得不到的 不管是在分别念也好 外境当中也好 那么这些时候 如果我们的宗观和医民观察 不太会的人暂时借用一些 现代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医学仪器也好 或者说对人体和外境 观察的一些医学仪器来使用 看看人的分别念 是不是正确 人相似的所谓的掩饰 是不是正确 这个时候才知道 一切万法的确是 我们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没有一个靠得住的 都很惊讶的 到最后的时候 为什么本质当中一点都是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它显现了 它无非是由一种魔来 在中间作怪 很多物理学家都最后观察观察 好像这个世界都是不存在了 那怎么办呢 但是他没有窍诀 再没办法修行了 如果他有修行 稍微给他点击一下 那他还是有这种根机 但是因为他没有前世积累福报 这是在理论上 稍微有一些感悟而已 实际上并没有 因此我们现在这样的 幻化宝语也好 尤其是在芭蕉树 芭蕉树在南方这边经常有的 所以我有时候 遇到他的时候 好多次我一个一个地撤开 撤了以后还是有感觉的 确实里面一点心都是没有的 我以前也是经常用过 《约灯萨摩经》的一个教证 如是芭蕉树 人扯求见识 人一个一个地把它扯掉 然后内外不得识 诸法亦否然 所以你在这个人 把扯芭蕉树的时候 你一个一个学开 一个一个扯开的时候 那里面一点点的食指都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内外一切的万法当中 真正用智慧来去扯开 慢慢地从外面 比如说现在这个红色的柱子 在我的眼神当中 确实是它是红色的柱子 但是用物理学家的 科学的观念也好 或者我们用佛教中观的观念来 进行观察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起来 它所有的骨体拎在一起 但实际上就像我们人的头发一样 里面很多无数的围层 集聚在一起 而且每一个围层 它有很多很多细微的 自己的一种空间 这一点我们原来讲 俱舍论的时候也是说过的 那这样一来 我们现在认为骨体的东西 其实也不一定是 我们认为液体的东西 也不一定是液体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 实有的 精致的东西也不舍 所以我们是谁来引诱的呢 就是我们用分别念来引诱的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通过一种窍诀 来安住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也是 安住自己心的本性的时候 原来我的心执着外境的时候 所有的万事都是会呈现的 可是我真正是 安住在它的本性上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自己应该 有一种内在的境界 这是内心的一种感悟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通过一种幻化语来认识外界 到底是实有 还是不是实有 这方面一定要 值得观察 这个偈颂就是说 我们经常认为真正存在的这些法 也是不存在的 也是用了几个幻化的比喻 一个是天空当中的云 一朵一朵的 好像你看起来它精致的 但实际上它也没有停住的 包括山上的一些云雾 也是没有停住 我们一看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好 一看到空中的云和山上的这些云雾 都应该是停住的 但是它不是停住 它一直不断 尤其是你乘飞机 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下面的这些云 一朵朵地往别的方向 就不断地漂泊 是有这样的 所以一切都是 不可能有停止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用这种智慧来观察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我知分别念的原地 其实我知分别念的原地也好 我所知的分别念的凶手也好 这些表面上看来确实也 我知的原地也有 我对外面对我关心不好的人 也是有的 但实际上 空中漂的云一模一样 它从本体上真正去观察 外境的原地也好 内心的 我知分别念的原地 那永远也是没有的 好像表面上看来真的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是没有的 在显现当中真的是已经存在的 但实际当中 它已经远离了正义和瞬间的一切对境 比如说本来我不存在 反执著为是有的这样的一种正义 本来是这种如幻的存在 但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有的东西执著为是物 物的东西执著为是有的 所有这样的争损的对境 全部都是没有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前面不是说 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以前世的业 恶业利润论自己 我们已经说了好多天了 恶人但现在到最后的时候 用一种窍诀来观察 窍诀来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恶业利润论自己 没有什么可轮到自己的 我也不存在 恶业也不存在 我这也不存在 真正的本体上 的确什么都是没有的 《普贤菩萨》有一种《心法经》 《心法经》里面说 一切业障害皆从往年起 他说一切的业障 都是往年当中产生的 若与忏悔罪断着念事相 如果你要想忏悔 要专注他的事相 从种罪入露水的露 毁热能消除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了知一切的罪中 一切的罪中是往年而起的 那么这个往年你要消掉的话 依靠什么样的方法好呢 就是先你安坐的时候 关自己的心 你关自己心的真正正正如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罪障 就像秋天的霜河 还有露水一样 一下子在智慧的眼光下 一下子全是小声利己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我知的怨点 我知的话也前面比喻成 真的像天上的云雾 没有什么差别 天上的云雾 一下子如果太阳出来 那么云雾很快就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同样的 我们如果真的 以上的这些道理明白了 明白以后 你会经常修空性法门 修这种空性法门 一定要刚开始要有这种窍诀 要有窍诀以后 你要安住在真正的 他的本来面目的境界当中 那这样以后 我们经常也讲过吧 修金刚萨埵的时候 也是最了意的 最直接的忏悔方法 就是要见到本性 那么过一段时间 我们讲《六咒谈经》的时候 其实《六咒谈经》 专门有一品的话 讲深义十项的 这里面一直讲如何安住 当你安住的时候 认识自己的本性也好 认识烦恼的本性 认识我知的本性 确实也是烦恼变菩提的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一定要有一种 是缘起空性吧 缘起空性 它这里没有着重地讲 远离习论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 主要是以幻化八语来讲 显空无二的 相当于以菩萨的厚德智慧那样 来抉择 下面用实修现象武器 刚才是个实相 实相是空性 现象是武器 虽然本性当中是空的 但现象还是因果武器的 就是这个《修行令人论》 的确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们很多人 应该好好地去了解 听一堂完了以后 不断地经常去串习的话 的确是 你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也许如果真的自己有缘分的话 哪怕只有一个论典 你做很好的修行人 有这个可能的 如果你自己缘分不好 或者业力深重的话 你听《诗论》 《五部大论》也好 很多《千经万论》都不一定是真正相续改变的 所以说 看看自己吧 这个偈颂也非常重要 我们前面说抉择的一样 在生意当中 一切万事万物 包括自己的心也好 外境的一切法 都是没有未曾需的自信 一点自信都是没有的 但是在显现当中 确实也是显现武器 显现不灭而存在的 就像我们一万岁 一万岁里面真正天空的月亮 一天是好续的 也不存在的 但是这个月影 有了这样一万岁的缘起 虽然它的本性是没有的 但是显现不灭而存在 这个语言无杂而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 在本性当中确实是万法度是解空的 但显现当中所造的业 最后现前的果 虽然它是虚妄 但是虚妄当中还是非常鲜明 无杞而存在 你造什么样的业 呈现什么样的果 这就是显现当中有的 所以在我们显现虚当中 大家一定要谨慎 取舍因果 不要认为我现在理论上 字面上了解一个空性 然后我所作的恶业都无所谓 千万不要想 我们虽然理论上可能 学过中观的人都知道万法解空 从来没有学过中观的有些人也是 佛教的一些口头语 万法解空 四大解空 万法无有执著等等 这些禅宗和密宗的语言 经常解头像我 都用来做口头诈 但实际上我口头上会说解空而已 实际上这样解空的境界 我自己修过没有 没有修过的话 对我的相续没有任何的观念 没有任何的观念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 这个偈颂希望大家 如果全部能背诵是最好的 如果全部不能背诵的像这样的偈颂 如果能背诵也是很好的 万法生意当中确实是空性的 不管怎么样 所以前两天我们经常讲 佛教讲空性的 但是空性当中的显现还是存在的 我们这个无理学家也认为 这些法全部都是没有 它是一种最后抉择出来的时候 只是一个能量而已 但是这种能量的话 你在显现上 除了一个能量以外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谁也没办法 无欺而存在的 所以你只是理论上懂的话 无理学家也是不能否认 显现当中的一切显现 那同样的 我们没有修证的话 佛教也是道 在这个道理上完全可以 所以我为什么经常用呢 用的时候好像很多人 可能比较容易 用这种比喻 他们也毕竟多多少少 都是学过有些 说是自己理科的 但是理科的 好像也自己糊弄糊涂的 并没有特别的明白 所以真正的道理要懂得 显现当中是如梦如幻的 但是如梦如幻当中 这个业果不会真实地去耗尽 《如冷切经》里面也说了 我常说空法远离欲断肠 我说的空法远离肠和断肠的边 生死如幻梦 什么 生死如幻梦 二业也不坏 说是生和施如梦如幻的 而且最关键的业 业果并不是他没有自信 所以因果消亡了 不是这样的 在显现当中的确万法不空 而因果是存在 所以佛教徒今后 最好不要用中观的空性 大圆满的智智本性来说 一切万法空性 一切万法都是光明如来藏 然后抽烟 喝酒 做很多无恶不作的 现在有 汉地很多人有些上师 也许是真的上师显现 我们也不好说 但有些空性当中没有什么 密宗当中什么都可以 什么吃肉也好 什么都是 有些人说是比较明确 本来这个是不能做的 但是我因为身体不好 我因为什么什么 以前习惯了 那这样比较明智 大家也会理解 但是如果用佛教的教义来诽谤因果 那自己也是肯定 遭受无量的痛苦 那么我们在十相空性当中 所作的这些善和恶 我们的确也是不会好奇的 不会以此而灭尽的 哪怕我们造坏事 杀一个众生也好 或者一次这样的行为不如法的话 那么这个已经种下了 这样的种子了 那么这个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 它会现前痛苦的 如果我们造了一次的善根 哪怕你当时只是一个行为 并没有特别好的意乐 这种果报也会现前的 以前佛经里面有这样的公案 佛陀当时应该佛陀也在吧 有一个眷属里面 有一个比丘 他的耳边有特别好看的一个花一直在那里 其他人看见不太欢喜 觉得不是佛教里面说 比丘所有的这些花满 这些都是不准怠慢 为什么这个比丘一直在耳朵上 挂着一个特别好看的花 然后佛陀要求让他去掉 结果他把那个花 取了以后又涨 取了以后又涨 后来用神通来幻化出好多好多的树 不断地取那个花 但是一直没有 后来他们觉得 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所以我们怎么样 也可能没办法 后来有些眷属问佛陀 这是什么原因 然后佛陀说 很早很早以前 他在一个佛陀传法的行列当中 这个人已经喝酒了 喝酒以后他就特别迷醉 他也没有用如理如法的授戒 学波罗蜜多 这些都是没有的 只是在听一节课 在那里听 听的时候他心里面产生一种欢喜心 然后他有一朵很好看的花 这朵花供养佛陀 供养佛陀 然后自己就离开了 因为他本身也是喝酒的 也没有受什么劫 现在我们有些居士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拿一个照相机 喝得熏熏的 眼睛都是红红的 走路都是好像 看起来还是比较危险的 我都担心路上会不会 那么很多人 当时可能那个人的确是 皈依也没有 俗戒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做 都是供养这一朵花 但供养这一朵花的 因为这个功德 那么多生累戒当中 没有堕入恶趣 而且到最后 变成比丘的时候 他以前这样的异熟过 呈现现在人的时候 也是出现非常庄严的景象 其实现在有些人 在生活当中无忧无虑 什么都有 不管是你装饰品也好 什么都是有的 有些人怎么样 希求也是得不到 这个确实跟前世 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我刚才说的 哪怕是你没有什么 其他的戒律和禅定和无恶智慧的根本 但是有一颗意乐的 供养一朵花的功德也是那么大 这也是一种因果不虚 就是因果不虚 到最后释迦牟尼佛脚下的时候 变成比丘的时候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景象 我都经常看到一些 现在的一个照片里面 前一段时间 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 突然头上长羊角 特别长这样的 这些应该是一种 非常特殊的因缘 现在实际上有很多很多 奇奇怪怪的 这些人很多人就没办法解释 有些医学界说 他的细胞跟什么细胞冲突的时候 会发生这样的 他们就乱解释 但实际上这个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尽量的 因为作为凡夫人 完全控制一切恶业 的确也是很困难的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 哪些是可以做 哪些是不能做 不能做的这些 尽量地制止 如果在自己的烦恼生中 会做了 非烦恼这些 也会懂得忏悔 这样的话 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 有些是不懂佛法 有些是即使懂一点点 懂一点匹毛 然后以这个借口 造得也更加严重 有时候看起来 他还是不懂佛法 没有入佛法的话更好 并没有把佛法当一个手段和工具 来造更大的业 这样就没有必要的 所以造恶业 不需要依靠佛法来造恶业 下面就是说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 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一切万法 确实也是 自信是没有的 就像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一个人做梦 在梦境的时候 出现最后的摩羯火 摩羯火出现的时候 肯定会很恐怖地燃烧自己的身心 这个时候明明知道是梦当中 不可能有最后的摩羯火 不可能有世界末日的火 不可能有 但是摩羯火是世界末日的火 2012的火 那么这个火不可能是有的 但是你因为没有醒过来之前 醒过来之前有一种恐怖 再从这个恐怖当中 向火的解脱 它一定会很努力地去做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当中的地狱的火 包括人间的各种痛苦 还有饿鬼的饥饿等等 这些在本性当中是没有的 本性当中没有并不是传说而已 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 也是会知道的 包括我们人间的 生老死病的这些痛苦也是 本性当中是没有的 这一点我们应该用智慧的 用中观的推理来可以观察得到的 这个并不是需要佛经里面说 是善者生老死病没有 不是这样的 你学了《中观根本合论》以后 应该知道 最后生老死病都是我们的一个幻觉而已 幻觉的话 不真实的 实际上是生老死病在本性当中的确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是你会能生起 极为强力坚定的信心的 那么虽然没有这样的自信 但是也需要 没有行无名的梦 之前的话 会有地狱的火来炖烧你 燃烧你 有这样的恐惧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 舍弃造地狱的因 一定要舍弃造地狱的因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要经常知道是实现当中的 虽然是空心 但是因为空不能 虽然是做梦 但是梦中有空步 空步当中也需要解脱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三戒灵虽然是一种无有自信 但是我们做一个共同的 非常恒长的梦 那么这个心无之前 无名的睡眠中心无之前 一定要有这种解脱的心 最好在梦幻当中 不要造恶业不然的话 梦幻的痛苦 也是很剧烈的 《诸经妖极经》里面也是 《妖极经》里面讲的 说是心外随物 地狱灯相 心虽然没有 但地狱这些相 那么恶业成世 亡奸受苦 恶业过成熟的时候 你虽然是虚亡的 但是感受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此大家在取舍因果方面 应该要想 懂得这些道理之后 多多少少你的行为是有帮助的 那么下一个颂词是 如烧迷失 水无暗 身长 冬中 游泯漫 无明灯水 无自行 当一散毁 除迷乱 这里也是 比如说有些人发高烧 然后甚至已经不清醒了 然后就开始出现 各种各样的迷乱的想 然后迷乱的想里面是什么呢 虽然没有黑暗 完全是白天 是白天的事情 它生病的 然后在白天当中 它自己在幻觉里面 又生又长的一个洞里面 而且洞里面全都是 它在洞中 云游的过程当中 全部都是漆黑一片 全是黑暗 在这个黑暗当中 它就特别害怕 特别痛苦 伤心 伤感 呼唤等等 但实际上这都是 它自己的一种病引起的 我们有些道友 有点可能身体不太好 或者是吃错了药 经常有一些胡说八道的 然后就这样那样的 我现在在洞里面 我现在在什么什么 对身边的人也是经常 过了一会儿的时候 自己也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 最好是我们有时候 自己生病的时候 少说一点话 安住自己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迷乱现象当中 很难控制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无明等死虽无心 无明的黑暗 虽然都是没有真实的自信 但是你有了这样的迷乱 像发高烧一样 迷乱的现象 的确是你会做特别可怕的梦 或者是迷乱的现象 所以你要清除这样的无明 黑暗 愚痴的心 一定要依靠 闻思修行的智慧来遣除它 遣除这样的迷乱 闻思修行的智慧 真正是能遣除的 我们《宝心论》当中也是讲过 断除障碍的根本是智慧 智慧的根本就是听闻佛法 我那个偈颂背得不是很能够的 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以后有智慧 有智慧以后 你就可以断除障碍的 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中观宝马论》的前面也是讲过 说是依靠信心 你可以趋入佛法 依止佛法的 依靠智慧 你可以通达一切万法的思想 智慧是解脱的直接因 而信心是解脱的间接因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在座的人也不可能 今天入于佛法 没有信心不行的 但光有一个信心 没有智慧的话 你不可能直接通达 一切万法的思想 所以智慧真的是像明灯一样的 有了这样的智慧的话 无论是到哪里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那么这一点就是说 《大摄之离甘子清闻经》 这里面有一个教证 说是 如人业之灯 取出劫灭了 生死黑暗中 灰明能斗毙吧 灰明能斗毙 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在黑夜当中 制止明灯 那么他的前身一定会是 能光明的 能见到所有的前者 同样的道理 我们生死黑暗当中 一定要依靠佛陀的智慧名等 有了智慧名等 你就很顺利地达到彼岸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闻思的过程当中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心事 比如说 今天发誓要讲课 我就好像心事上不去的话 过意不去 那我去那边等 听吧 听的时候 有些不爱听闻法的人 坐在门口上 门口上也是往后看 不是真的从法师这边 往一直后看 一直等 然后说那么多义的时候 马上拿着经脚跑 原来包括法王讲课的时候 个别人每天都是在门口上往后看 看过路的人怎么样 一直看 一说回向文的时候就跑 那这样只是一个形象而已 实际上没有意义 我们对每一次的一堂课 却是自己的一个生命 这个世间很珍贵的 前面有发行 后面有回向 在中间的时候 哪怕是你记到一个颂词 你把这个颂词好好地记住 刚才我们引用的《沙漠帝王经》里面的 《如八角树》的比喻也好 或者我们在这里面讲 虽然一切万法无有自行 但是像岁月一样的 因果不虚的 这样的道理你记住了 也许你一辈子都可以用得上 你用法上面有两种 一个是自己修行用 一个是佛法来引导别人的时候 也会用 这两种都应该要用 这是一种训练 佛教徒很多都是没有这种 不知道是什么一个 佛教徒的一种灾难还是什么的 谁都没有好像 哎 我要把佛法那么好的东西 要不要跟很多人去弘扬 让很多人知道多么好 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学到以后就可以 我回去 我怎么能吃到饭 我怎么样工作 就好像把佛法当作一种买卖品 当作一种手段 其实这一点 现在很多人的行为 有时候也许可能自己观得不好 修得不好的原因吧 但不管怎么样 的确是你如果自己有这样的 佛法的一些境界 你就可能忍不住的 旁边的那么多人 比如说你一个人 有好多好多特别澄清的水 然后旁边有很多很多人口干色草 在这个时候 我这么多的水 如果灌给他一口 他肯定会生命恢复过来了 我不应该全部都是我自己站着 应该是旁边的人应该照顾照顾 分享分享 会这么想吧 所以大家有一种 学习的过程当中很珍贵 一定要不要浪费时间 每次学习 哪怕是你在一个道场当中待一个月 待十个月的话 那么每一个月应该你要总结一下 看收获 有什么样的收获 把这些智慧集中起来的时候 在人身当中也好 乃至生生世世世 非常有意义的 好 今天讲到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